-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這集看一個大陸案件, 這個案件當年很轟動, 就叫做《刺死玉武者案》, 當年這個案件, 兇手獲得8億網民求情, 後來就由無期徒刑,改為5年。 如果你們母親被當眾侮辱, 你能否忍受呢? 這次案件, 在2016年4月14日發生, 在山東發生了一宗轟動全國的案件, 11個黑社會追溯人, 將于歡和他母親囚禁在後院, 對兩個人進行長達一個小時的嘔打和凌辱, 甚至其中一個人還徐賣夫, 做些不可描述的行為。 而這一個殺人的兇手, 就叫于歡。 1994年出生, 家裏有個姐姐叫于嘉樂。 于歡的母親蘇銀霞是當地很出名的女企業家, 在2009年在山東冠原, 創辦了山東元大公貿有限公司。 蘇銀霞有著他個人的商業頭腦, 他不願做一個泡泡通通的家庭主婦, 而是放銀市場找商機。 元大公貿主營業務有汽車、 煞車片、鋼板、鋼材公司佔地120畝, 員工有200人那麼多, 生意可以講得上都做得幾大。 是一個女強人來的, 于歡雖然出生在這一個富裕家庭, 但身上看不出原來他是富二代來的, 性格亦好害羞。 于歡學習成績一般, 高考成績只能上到大專。 蘇銀霞覺得大專都是學技術, 為何不讓自己的兒子在自己公司學呢? 反正這間公司最後都是他的。 不如讓他早些分擔公司的事務吧。 于歡在這時候就由公司的基層做起, 但好景不長四年後, 元大公貿就遭遇到行業的航東。 當年是鋼材價格連續好幾年持續走低, 是供過於求。 而中國的鋼鐵產業是明確定為個性產業。 同一個時期, 好多鋼鐵企業已經因為限貸、抽貸, 導致資金周轉困難停止生產。 元大公貿亦彈塗這一劫。 蘇銀霞不想放棄自己辛辛苦苦打拼出來的事業, 銀行貸不到款, 他只能選擇這大耳洞。 而蘇銀霞在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 分別向某間房地產公司老闆吳學尖借款100萬和35萬, 借貸的每月利息是10%。 這個這樣的息口相當高, 換成年息是120%, 超過大陸所規定的合法年利率2倍多。 蘇銀霞拼命生產, 找銷售渠道, 去到2016年4月, 一共還款184萬, 還有一套價值70萬的房產。 抵債, 就算是這樣, 他依然欠不學占17萬, 但公司已經無力償還貸款。 當時山東有很多周轉困難的企業, 會向這樣的地下金融借錢應急, 一旦企業無法按時還清本息, 就會被暴力收款。 而根據相關資料顯示, 蘇銀霞曾經3次列入全國法院 《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借出的135萬, 不學之五到兩年時間, 是年本帶來回收的254萬。 不過是這樣, 他仍然不願意放棄剩下的17萬, 就叫打手暴力收數, 他這個打手團隊是以一個 叫道志浩的人為首。 蘇銀霞一家的惡夢就是由這一日開始, 這宗轟動全國的玉武殺刑案 亦都開始了他的罪章, 導致後整班人開始了變態的收數方式, 他拉了磚頭過來, 還有木柴、鐵鍋在蘇銀霞的公司裏面 擺起出殯台, 而且還弄了火爐去煲水、喝茶。 2014年4月13日, 即是案發前一日, 蘇銀霞回到已經抵押給 吳鶴占的房子拿東西, 怎知撞到吳鶴占一班人。 吳鶴占是攔著想要離開的蘇銀霞, 然後對他極其羞辱地罵。 去到2014年4月14日下午, 10人所組成的吹債團隊 開著三輛無牌照的汽車, 浩浩蕩蕩地開進蘇銀霞間公司, 吳鶴占一班人的手段升級, 是愈來愈喪心病狂。 他們一邊來到公司裏面, 打爛了東西又叫囂, 一邊將車上燒烤架等等物品, 搬進公司辦公樓, 喝酒、吃燒烤, 按照當時公司工作人員回憶。 他們大約在下午4點半左右, 就開始擺檔和叫囂, 7點多在公司食堂截到蘇銀霞兩母子。 當時公司仍然有好多人在, 他們沒有急著動手, 而是派了兩個手下監視著他們。 去到晚上8點多, 杜志浩出現。 杜志浩來到, 就打破了僵持局面。 他叫手下去蘇銀霞的辦公室, 控制住他們兩母子, 然後將他們帶到接待室, 嘔打、肉麻。 杜志浩當日喝了不少酒, 是對他們兩母子的羞辱不斷升級。 當時辦公室還有兩個員工, 4個人就在接待室被人圍住了, 11個人就沒收了他們的手機, 對他們嘔打、肉麻。 他們就罵宇寬阿媽, 就說沒錢, 你出去做雞啦, 一次100元。 然後他們又叫于寬學狗叫, 然後用叫狗的方式去叫于寬過來, 還叫于寬叫他們做老豆。 只罵都不夠, 杜志浩還將雙鞋扣在蘇銀霞臉上, 然後將煙灰彈落去他胸口兩團肉, 一邊在羞辱他, 一邊在放肆大笑。 只有22歲的于寬, 怎會是這班打手的對手啊? 他稍微有少少反抗, 就被人拳打腳踢, 他只能夠是看著阿媽被這班人羞辱, 兩個員工趁亂走出去, 然後聯絡于寬的姑姐和姑長。 這時已經是晚上10點, 于寬的姑長打了報警電話, 去到10點17分, 警車來到, 停在公司樓下, 公安朱秀明帶著兩個附警, 入袋于寬母子所在的接待室。 見到警察來到于寬, 鬆口氣, 警察問屋裏面是否有人打架, 但這班人怎會認啊? 屋裏面, 杜志浩穿著白色短袖衣, 坐在沙發上不斷吃煙, 蘇銀霞指著他跟警察說, 人就在了, 他蓋了兒子好幾巴, 但杜志浩這時即刻反駁, 就說女人胡說八道, 他完全是沒有任何害怕的表情, 甚至乎還說他是精神不正常, 公安朱秀明一看就知什麼事了, 他亦是分開了這兩批人就留下了一句, 追溯可以, 但不能夠打人, 然後竟然帶著兩個附警離開了接待室。 于寬看到這個情況, 他呆了, 蛤?警察不理的? 打人喔! 他十幾個人打我們兩個和四個喔! 你就這樣就走了他? 你不會留一個人在那兒看著或者趕他們走的? 這個時候他覺得自己和媽媽完全沒有希望 去到晚上十點二十二分, 這三個所謂的警察竟然走出了接待室, 他們在這間房裡竟然是留下了不到五分鐘。 于寬和他媽媽上去出門口攔住警察, 但是就被導致到整班人扯回來, 暗住在梳化上。 這幾個警察是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 他們出門口為什麼呢? 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說想和公安局匯報警情, 請求支援, 對方人多勢眾。 孤姐見到之後, 他就立即下樓攔住警方攔住警車, 就說如果你們走是會出人命的, 最後的確是出人命的, 是他的外生拿了導致號條命的。 這三個警察, 有沒有必要三個人一齊回公安局呀? 有沒有必要上警車去這樣做呀? 你留下兩個人一齊回公安局都可以啦, 你沒有電話的嗎? 你有電話的喲, 你有對講機的喲, 但是他是完全沒有做這些行為的。 所以這單案件來到這裏, 我已經覺得是非常之匪夷所思的了。 見到個媽媽震了, 于寬想反抗, 但是道志浩是蓋了他一巴, 然後跟他說, 你叫警察了嘛, 這一巴, 道志浩可以講得上 他用盡全身的力氣去打他。 於寬是被他一巴掩在地上的。 然後這一個道志浩, 竟然是喪心病狂, 剝了條褲, 用自己的某個器官拍打蘇銀霞的臉。 那這一下, 見到自己的媽媽被人這樣羞辱發, 脫賣褲一樣, 可以講得上于寬的怒氣直已經爆飄的了。 他不知這班公安離開是去找支援, 他只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兒子, 他要做點事, 於是他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就向道志浩刺了過去, 然後又向周邊幾個人刺了幾刀。 樓下的公安聽到樓上那麼大的動作, 於是趕回房內控制住了于寬, 連同道志浩在內受傷的四個人, 即時送去醫院救治第二天凌晨道志浩, 救治無效死亡, 而于寬身上只有輕微擦傷, 他就是這樣揹著一條人命上身。 我相信聽到這裏, 換了聽著這個案件的你們, 可能都做不到一個更好的選擇。 因為去到這個時候, 可能人的理智已經控制不住了。 去到2016年11月21日, 山東省的遼城中級法院對這案件進行審理, 法院認為于寬當時不能夠正確處理衝突, 在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情況下, 拿著空氣連桶幾人, 令到一人受傷多人死亡, 他的行為已經構成故意傷害罪。 而于寬的律師就以防衛過當對他進行辯護, 但法院未有採納這個說法。 法院認為, 雖然于寬當時人身自由權利受到限制, 遭到對方辱罵侮辱, 但對方無用無氣, 而且派出所的警員已經來到, 于寬母子兩個人受到生命威脅的機率比較少, 不存在防衛的緊急性, 所以就不存在正當防衛意義的不法前提。 嘩, 這一個這樣的說法, 都幾荒謬, 我夠膽說, 如果當時是有公安留在上面的話, 後面的事肯定不會發生, 喊人不用三個人一起去。 最終法院判於寬無期徒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生。 這一個這樣的判決一出到來, 是引起整個社會好大迴響, 大部分的市民都認為于寬的反憶是屬於正當防衛。 而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的教授亦都提出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于寬是屬於正當防衛, 追訴這班人是屬於一個非法債務來的, 他是一個很高的高利貸, 而且于寬受到不法侵害, 11個人對他母子進行非法拘禁, 甚至除賣夫對他母親進行羞辱。 而且當時受傷的導致號整班人是自己開車去醫院的。 有一個律師分析, 就說當時的傷勢是不致命的, 去到醫院之後這班人是與保安發生爭吵, 才擔悟了治療時間, 最終就導致失血過多死亡。 亦都是因為這一點, 社會大眾認為于寬不應該承擔導致號的死的責任。 雖然兇徒是無用武器, 但其實他脫下褲子羞辱人家媽媽那一刻已經算是拿出武器了。 這一種武器是對人精神傷害, 而原來導致號一早在2015年曾經撞死過一個14歲的女生, 然後逃去, 最後中間人在外面轉交了28萬5萬給這個女生的父母。 死者的父母由始至終都沒有見到導致號, 而相關部門給出的解釋就是抓不到人, 是不是很匪夷所思呢? 原來案發前一個月, 于寬媽媽已經4次打電話報警求助, 但沒有任何人理她, 案發當日3個公安留在這裏, 不夠5分鐘就走了去, 離開之前又沒有跟人說有警力支援也沒有控制場面, 就是這些因素之下導致于寬有一個這樣的做法出來。 最後這案由於輿論壓力太大, 是令到他們再開庭再調查再審理的。 去到2017年6月23號二審開庭, 法院判決於寬, 是屬於防衛過檔, 構成故意傷害罪, 判刑又無企圖刑, 變成有企圖刑5年。 而這單案件亦都是叫做告一段落, 但這單案亦都是扯出吳鶴尖等等的人, 這個高利泰團隊15人, 在2016年8月東昌府公安局成功倒破這個黑社會團隊吳鶴尖被捕。 由於監獄裏表現良好, 由於監獄先後受到六次家獎, 獲得減刑4個月26日, 在2020年11月18號刑滿釋放。 由於監獄復刑期間, 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老爸於西銘判刑4年, 他母親蘇銀霞判刑3年, 姐姐於家樂判刑3年6個月, 可以講得想整家人齊齊整整, 入去蹲監。 出獄後, 於監獄和家人重新團聚, 就開始新的生活, 媽媽這個時候已經滿頭白髮。 而於監獄亦是發誓, 要靠自己努力去撐回頭家, 他自學了法律知識, 幫家人打贏官司, 追回120萬欠款, 和以前工人補發工資, 然後在鄉下開了超市, 在2021年10月31號正式開業。 而於監獄亦都在2022年6月17號這一日, 網路平台就公佈自己訂婚的消息。 去到2023年, 於監獄女兒出生, 現在已經在山東縣開了第三間零食店, 感覺現在日子好好, 恢復到一個平靜安穩的狀態。 說自己做了老豆, 責任更大了, 目前最要做的就是照顧好女兒, 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 於監獄最後講到, 希望陌生人遇到事, 不要像自己一樣那麼衝動, 如果不是代價很大。 雖然出獄, 仍然是要接受這些負面評價, 所有事都要自己一個人承受。 來到這裏, 這宗獄無殺人案可以講得上是告一段落。 我其實都是那句啦, 如果當時公安能夠更好處理這個事件的話, 肯定就不會有人死亡的。 大家是不是這樣說?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咯, 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